又能够困到这一集的内容 如果大家有听就觉得好像很有意思 而今集就会做些什么的内容呢? 就是做这个《湯神军没有朋友》 今天做这一集的就由我阿航 三个人就是人少少 我们刚才录之前都在说 为什么没什么人看呢? 因为可能这段时间大家都身体就没那么舒服 大家记得真的要身体健康 留意一下健康 我也是刚刚昨天才打了针来 我都稍稍稍的 你不要再乖低了大哥 你留意一下我会不会不出声 如果我不出声应该都是断了线 我想我不会这样的 我今天都睡了很多 《工作从家》我都还睡得多过自己 放假的时候 好了正式开始的 就是这一集《湯神军没有朋友》 我先介绍一下 他应该在这个小学馆连载 就是周刊少年新地 他本身由周刊少年新地 跳到周刊少年新地连载 我们应该是认同一套日常漫画 围绕着我们的主角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其实都是有点恋爱的要素在那边 但是其实是甚至很少的 同一时间他也是一套 很表达的一些道理的一套漫画 纯粹日常漫画通常都是以搞笑为目的 他又有一个奇怪的 就是他搞笑又有的 但是又不是特别彰显这件事 他的作者就是《座瘡准》 有没有读错 《座瘡准》 我记得看了《座瘡围》 然后这套文章是81华就已经结束了 那我就看完的 我记得是否Thomas也看完 还有新年 看了一本 看到哪 刚好一本 我看完的 我以前看过的 哦是呀 我还心想我讲的时候 就是上星期讲这个时候 我还差二十多三十华没看 然后叫Thomas看得这么快 我心想我还没看完 原来已经是第二次看 因为我说做这套文章的时候 我已经重新再看过 是的 那这套作品呢 是我想都算 我们自己的围内 都有一点好坏参半的 那我自己就都挺喜欢 但是是不是去到超级热爱呢 一会儿我们讲的时候 就可以讲一下什么点 那先介绍一下登场的人物 主要都是我们的主角 就是两位 一位就是这个Thomas寓寓 就是我们的主角 另一位就叫做这个棉冠千尋 那汤神就是我们的主角 也是这个汤神冠没有朋友里面 提到的汤神冠 那他就是一个队里面的 sorry 他在一个中学里面 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来的 他有个名言就是 他觉得自己是不需要朋友的 因为他不想把自己的精神 放在一些对自己没什么关系 或者很影响到自己的人际关系上面 那不如确实我是不需要朋友的 那这样 而他呢也是 除了有一个这样的性格之外 他又不是 就是他是一个边缘人 他不是一个很弱 很接的人 他反过来应该是说 他会随时这样 express自己要讲的东西 他随时会表现自己 但是他表现自己 不是为了 令到别人去接纳他 而是纯粹他觉得这些时候 他要为自己捍卫也好 他要出声也好 他就会做这些行为 而同一时间他还要是 那间中学上升高中的棒球队的王牌 王牌投手 王牌投手 没错 王牌投手 而他亦都说了 为什么他想做投手呢 他就是说 因为棒球做投手很有趣 一来就可以用变化球 去挽救对面的击球手 他就觉得这件事 怎么说呢 这件事令他觉得是十分满足的 另外他亦都觉得 棒球一个人打就行了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看我 看我头而已 所以他觉得很符合他自己的性格 但是他这个看法 去到后期都有一些改变的 同一时间他虽然是 好像品学兼 是不是品学兼 都不是的 他就算是学业和体育 都是有不错的表现的时候 但是他的品行 在老师而言 在同学而言 都是觉得他很麻烦的 但是他是不会 他不会卖人情给人 他不会帮人做事 他只会做好自己的事 就足够了 而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很喜欢下雨 下雨即是日本 就是我们所说的东督笑 是的 但是他下雨是一个很特别的表现方式 没错 他有一个规范 应该是他好像坚持一调 只可以用故事来说故事的方式 一会引人被笑 但是我们不介意 但是匡神月夜 对这个简直落雨的研究 是十分之深的 即是他们都很有执着 甚至有人会觉得 擅心他旁年的时候 是不是想成为下雨家 之后我就闚ernure 那一个主角 就是棉冠千尋 因为他是一个新的 immertake回去的女生 他父母因为常常会教绩 所以令到他不断去学校 因着他 Tara Student 那么令到他有一个想法 就是他跟每一個學校的同學都很難做到朋友 甚至不是很敢跟別人做朋友 因為他很怕做朋友之後可能又要再轉學了 他就很擔心會不會 或者關係會建立得不長 甚至到這裡的時候 他又可能因為這次他爸爸就說會比較穩定的 應該不會說要再轉校 所以他就在這個地方想找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朋友 或者不止一個可能幾個的朋友 但是他發現原來做不到 他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可能因為他經常都太過臨線 甚至很容易會被朋友之間利用 因為太有臨線他沒有個人主張 人家會覺得他沒有存在感 就未必會很侵略他玩成為朋友 甚至還有一件事就是他一開始不太敢跟別人說話 所以他就一來到這個學校的時候 被人安排坐了去湯神的旁邊 至於為什麼他跟湯神有一個介體 或者一開始有一個關係 就是他一回到學校的時候 發現他沒有地方泊單車 湯神就在他後面見到這件事 就說你這樣沒用的 你直接拉走一些不應該泊在這裡的單車 拿去別的地方 然後把單車放進去就對了 因為他們泊單車的位置 其實是有個牌掛在這裡 就按連級去分的 沒錯 但因為那些高年級 還有顏色 其實顏色是代表年級的 但因為低年級那些可能會比較近學校 所以那些高年級那些就會懶 那就直接泊低了 那就霸了低年級的位置 是的 那他就說這些反正都不是泊在這裡 就這樣拉走它 因為你的車是放對的 我拉走它就有什麼所謂 那大家不會有問題的 還有湯神軍在這裡也說過一件事 就是我不會可以屈服在這些被人欺壓的情況之下 他們不跟規矩就要跟規矩這樣做 那我們沒有錯的 那你不要覺得這樣就不好意思 所以湯神軍就經常都覺得這個女生 或者這麼說這個女生 就有些次代表到我們一種 經常都覺得不好意思 不要麻煩到別人 不知道別人怎麼想 這些這樣的想法 那個女生是有 就是面貫 面貫是有這個想法的 而湯神就覺得 我們不可以純粹因為擔心別人怎麼想 或者我們經常為人著想而忘記了自己怎麼去想 那這個就是他們這兩位主角 之後漸漸發展到他有一個戀情 我不叫他是不是真的有戀情 但是有一個很甜蜜的關係的一個開始 他有一個對比 但是同一時間都是互相share的 有些共同或者同步的特質 那其實呢 講完他們兩個的相處 兩個的登場之後 不知道大家會 就是我們主持 你們有沒有特別喜歡 可以看到他們有什麼特別的 很和而不同的相處方式 或者和而不同的相處的一些事件 湯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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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和而不同的事件 其實 想一想 或者你覺得他們有沒有什麼特別 你們喜不喜歡他們兩者之間 你會覺得傾向喜歡哪一個多些 這樣問 其實如果純粹有兩個來講 我對前期的面貫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因為他實在太過疼痛 他被湯神帶著走的 前期 是啊 是啊 還有他真的 其實他後來有成長度的 後來他可能有 可能他熟過湯神 對湯神有自己的看法 或者知道湯神是怎樣行動 他會 懂得怎樣給他 feedback 對湯神的 最初太過被湯神拖著 又沒有什麼性格 但是 我覺得後期我會喜歡他多些 是啊 我覺得他就 就是有所成長 他變成這個湯神的相反 就是 可以包容或者接納了所有人的一個人 很多人都找他談判 然後得到看法 我覺得那個位置是挺搞笑的 如果整體來說 我會喜歡湯神多些 因為其實我都 可能在現實我都做不到一個這樣的人 或者 如果有個朋友 我都覺得很麻煩的 但是有時候看湯神的行為 我都覺得挺爽皮 就是好像你剛才所說 可能頂撞一些前輩 就是知道自己覺得是對的 就可以隨意地出聲去圍 我覺得這些東西是 我看起來覺得爽的一些原因 是啊 就是 如果可以做到這樣的人 我覺得都挺痛快 但是有時候可能現實真的做不到 就會示茂一些這樣的漫畫角色 我大致和Thomas差不多 因為我始終棉冠一開始的性格太不出 他特別頭那十 說了他其實都是被湯神帶著走的一個角色 嗯 之後到 啊 啊 門田 沒錯 沒錯 門田就是他的 部首 和他的學弟 門田和那個女的經理人 看到那個什麼 狗主 他們出了一場之後 比較多氣氛之後 才拉散了一些角色 那一開始都是棉冠和湯神的時候 其實就有 一些普通的 都看著湯神怎樣 講他的理論 而湯神其實 我覺得他某程度上 那種對於 價值觀的那種堅持和執著 是有點像萬記的 我覺得 萬記是一個很敢於對於認為正確的事情 他很敢於去捍衛他的一個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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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可能 大家 會考慮 怎樣說呢 都會考慮得多了 不是說萬記不考慮 而是 而是我們會很容易 就會考慮 陷入個位置就是 例如我當什麼 大家坐車 有個人打機 按電話 很吵的時候 我們都還會去想 就是 我們不會很直接 第一下馬上說 你有問題 收爹 或者收爹 就是小聲一點 我們總是會陷入個位置就是 我們想一想 講不講好呢 想一想 我用什麼聲線去講好呢 我用什麼語氣去講好呢 但是 湯神 就會有個位置就是 我一向都是這個聲線的 我用回我的語氣 我不是對這個人特別差 特別明顯地去講這句話 而是 我從出生到現在 我都一直用這個態度去對任何人 所以對於他來說 他不覺得自己的朋友 他不是因為看低了身邊所有的人 而是他對身邊所有的人 都不會有一種很特殊的情感 我比較覺得像 他是一個這樣的想法 那變成是天哥 這個另一種 天哥會覺得 你們彩虹也有味 天哥會多一種別視 在座一個位置全部都是垃圾 在天哥的眼中 他多一種別視 有一個位置我挺欣賞湯神的 即是他不算特別強調 但是很容易看到的 其實他比身邊所有的人都努力和專注 譬如以這個板球部為例 其實板球部 無論三年級也好 或者一年級也好 其實都是沒有他那麼認真 有個位置都挺深刻的 就是 有一些不知什麼的規矩 可能是日本的總學規矩 說後輩是不可以早前輩去那個板球場 是的 你到了也要在場面期 是的 不知什麼規矩 有些傳統 但是湯神君的想法就是 我早點到可以早點練習 練習很重要 還有他是有些 那些不喜歡這種 後輩一定要聽從前輩的傳統 他就每天都堅持 一到球場就練習 為了可以爭取多些時間 那後來是被人 可能逼他剪斷頭髮 你再來我就剃乾你的頭 那他後來才用到這些手段 但是我覺得他很多不同的時候 不單止打棒球的 其實他都是一個比其他 普通人更加努力 專注去做自己的事的人 是的 其實從這一點 他有一個例子 就是很早期的 就是棉冠 我們剛才提到 一開始他因爲 跟湯神教他的方式 就是拉開了人家的單車 就是拉開了一些學長的單車 然後放自己的單車 放自己的單車到腳泊車位 那怎知道他很愚蠢 在自己的單車上面 是寫了自己的名字 所以呢 那些 怎麼這麼巧呢 如果單車 就是被人拿開的單車就是 彭球部的學長來的 就找他算帳 就是找棉冠去算帳 但是湯神居然在這個時候 在彭球部的報室出現 打算幫他手 其實本來不是打算幫他的 而是他拿一些學長 叫他不去進來 我們現在正在做自己的事 你先不要妨礙 他說不行 因為他要快點去換衣服出去打 來練彭球 這樣才可以 就是多一點時間去進步 那他偷偷聽 就說那個學長要迫棉冠 你幫我寫完反省的文 我們這些被人罰 你要幫他代替我們去做這件事 湯神聽到的時候 就說你絕對不可以幫他做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不是他做錯 不是明冠做錯 你不可以這樣就這樣 頭疼疼的說我幫你 就願意去做這件事 那時候大家在一般的 校園愛情漫畫 你都會覺得 男主角居然出手幫這個女主角 女主角的時候很想 是覺得 他為了我伸張正義 英雄 這個時候就是 開始這一套東西 其中一個套路就是 到最後 阿湯神就會解釋 我絕對不可以這樣做 你這樣屈服了 我們就會把這個傳統 繼續傳承下去 你想想你被上一個前輩 屈服了在他們的淫威之下 你遲早又會把這個淫威 轉嫁到其他人身上 甚至你可能 你令到我 我都會被這些前輩 你撞大了這些前輩的信心 或者他們的紅心壯志 他們會更加容易打壓自己 所以他的出發點 從來都不是為了女生著想 而是他不想在 他現在慢慢扭轉 在這個棒球部的系統 無端端因為這個面貫的妥協 來扭轉了 或者是調整了 他會有這樣的心態 所以他很多時候 他的出發點 都是去想自己是怎樣 你會覺得 他是一個挺自私的人 但是他自私得來 是黑人真 但是也都是好像 我們裡面 好像哪個九主都說過 其實退後一步看 因為他這種性格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差的人 出發點不是很差 你問我其實 所以大家覺得 我們好像已經說了 角色沒有故事 因為其實這套東西很日常 他可能 有時候是一話 有時候長起來 可能五六話 十話 十話之內一定會完一段故事 還有那段故事 其實都是一些很日常的東西 很少很特別的 但是反而就是 在這麼日常的事件裡面 到底這些角色有什麼反應 以及湯神君會怎樣去 評價這件事 怎樣去對待這件事 私下這套東西看的地方 而剛才阿韓說的事情 其實某程度上 湯神君那種是摘善而固執 但是他的善惡那一尺 當然是屬於他自己 而不是一些很大眾所認同 他不會考慮到其他 甚至乎不是很大眾所認同的 所謂善惡觀 但是他說的話 在漫畫裡面 表現出來的話 基本上他是沒有錯的 所有事情都 只是有時候 可能譬如 拍單車為例 我不拖走學長的單車 我找個急位隊進去 大家都沒事 大家都覺得這樣 相互沒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湯神的摘善而固執 就是犯錯的就是犯錯 所以他一定會拉走學長的單車 拍自己的單車進去 而當學長找他尋仇的時候 就是你犯錯在先 所以你受到懲罰 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 承受你所要承受的懲罰 因為其實他的想法是 這樣看 我們就等於 如果一個地方 我們去一個地鐵站 有個人走過來問你 可以借兩元給我坐車嗎 我們可以說不借 可能在湯神的角度 他會覺得 除了不借 我們甚至要舉報他 舉報這個行為 究竟會不會做多了呢 我們可能的想法就是 我不舉報他 也有人真的剛好給他 借了錢去坐車 其實相互沒事 我身上是不會得到任何的壞處 但是他可能會多一種 就是他想得再大局觀念 是 這個我覺得是他 他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雖然自私 但是他不會單純想 我這一刻有什麼讚和蝕 而是他會想到 他這個環境 是不是一個 引辱到他這種性格 或者他這種善惡觀的環境 他都會有心去影響 這個是他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 還有當神君呢 他不是很喜歡人際關係 其實有一個情況下 他就會有機會犯錯 就是他會顧慮人 或者牽涉到一些人際關係的時候 他就會有機會去犯一些錯 舉個例子 有一個女生叫李水 是不是沒有讀錯 李水沒有錯 那你跟他表白的時候 那他就 對那個女生沒有什麼興趣 就想怎樣拒絕他 就是他初頭是不想理的 那不想理 雖然都未必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那跟著 那面貫就說 其實你怎樣都要 覆一覆人 那這個都正路的 那他初頭就打算寫信去覆 那後來他就叫了一個 報仇 幫他發訊息去覆 那後來就開始有些謊話 那這樣謊話呢 後來又拒絕 就變了 約出來約會一次 有很多事情 不適合他的計劃做 是的 那張圖 他的計劃本身就是 想著一起去長凳 我還要買一杯 不知幾百日圓的咖啡 不知飲品給他喝 那喝完 我們就可以去這個 餐廳吃東西了 那張圖 剛好他拿著那罐飲品 喝也沒喝完 所以就破壞了他的計劃 是的 他約會的東西 其實都不像他本身的做法 如果一定要說對錯 一定是一開始拒絕對方 但他採用了其他人的意見 就開始 那一刻是傷害了利瑞 好像有班人在那裡玩他 這些情況 好像還有一兩個個個案 但只要視覺到一些人情 小時候就會有犯錯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他 這可能也是他不喜歡人際關係的原因 這個其實或者是他的弱點 他也是很明白自己 操控人際關係如何 我覺得他就是在這個人際關係裡面 他就很容易出事 他也就是回避 在他的生活裡面是沒有錯的 但是當然 在他這個高中生涯裡面 他去到最後擺脫不了的就是 其實原來他也有一些朋友出現 還有很有趣的一件事 因為湯神君是每天都會做一個時間表給自己的 他要完成時間表上所有的行程 他還會打踢那些 其實有點像網球休等身 榮儀他會做的事情 每天都會跟著行程去做 只要他的行程不跟著他 他就會犯粗不安 而因為他的行程 他自己能夠全部控制到 但是他一同意人 跟著他 我控制不到別人 那就容易出事 所以湯神君也影響到 他不喜歡跟人有太多的交雜 我能夠活在自己的世界上 所以他都能夠控制了 沒錯 所以他也不會 他也去到一個位置 他也很無情的 在這件事件 去到最後他怎樣去解決呢 其實就是由棉冠去幫他 走去跟這個 鄉職 你不記得 我忘記了 都是利水 跟利水的關係 就無端端變成了 我叫他看一面第一個朋友 就是他解釋了整件事 他贖罪 而湯神去到最後 就覺得他自己不需要去道歉 或者他已經道歉了 他不需要去哄女生 他看到棉冠做了這件事 所以他就說 沒有問題了 他都在大團圓 你看看上面 棉冠在上面解釋了 那我回去 已經不關我的事 所以其實去到最後 他都不是因為他的溫柔 而去很體貼地去疼身邊的人 或者哄身邊的人 而是他也是想解決這件事 你想想他本身去拒絕這個女生 也只是想解決這件事 這也是他其中一個性格特質之一 但其實我剛才想到 我們是否有人說 為什麼我們不說一下這套故事 會不會其實我都可以很快手地說 我們說整個脈絡是怎樣發生 整件事由頭到尾 可以的 可以的 那些事件就是 例如當他們去旅行 這樣就遇難 所以湯神君最後居然都是 好像英雄那樣去救回全部的人 然後就可能經歷了一些叫做外戀的關係 可能有些人會喜歡了湯神君 然後也都是在籃球上面 尤其是他打籃球 因為他是王牌 他的隊伍居然去到他的圓 不是他的屎 不知道怎麼計 的決賽的位置 還是準決賽的時候 哇他表現大勇 成為這個風雲人物 也都會令到很多人喜歡他 但是湯神君就是不斷地去划算 因為他是作為一個很優秀的人 總會有些人控過來 或者總會有些人想找他做朋友 也都會代入一個輪迴 就是他那種這麼混蛋的性格 因為他根本不想要朋友 或者不想有人黏著你 他那種對人愛你不理的性格 就是會令到一些人趕走他 趕走身邊的人 而他講到最後 去到這個故事最後 唯有一個跟他的距離 是怎樣在身體內 以及在心裡面怎樣拉遠 都拉不走就是面貫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雖然他一開始 我們都會覺得前期他的性格不強烈 因為他一開始就是要描述他 是一個沒有性格的人 他不會表現自己性格的人 因為他純粹是想迎合別人 那麼湯神君就在他身上 是改變了很多 他甚至是 例如 我覺得最出色的其中一個位 就是 湯神君 你問他有沒有為主角做很多事情 或者為女主角做很多事情 他不多的 但是暗淨他都做了一些我覺得很偉大的事情 例如 當時 我記得就是他女主角進不了社團活動 即進不了社團 湯神君曾經想過 看到我們大家都有分享一件事 就是我們都喜歡聽樂語 不如我就搞一個樂語的社團 那我們就可以兩個去參加 你就不會沒有人理會 這一下其實我覺得是很不主角的事情 雖然他自己本身都很喜歡研究樂語 但是 你說整個作品這裡是很混亂的 第一件事 當然那個女主角不知道為什麼 第一次都覺得 因為他被湯神感染了 他第一次收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就跟湯神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你是什麼目的 但是湯神好像欠他人情給我 是啊 但是 他不會這麼想的 就是女主角不會這麼想的 他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是什麼目的 為什麼你要為我做這件事 人情是否因為他們去 玩煙花大會 還是去祭典的時候幫他拿烏龜 不是嗎 我不太記得了 好像是劉烏龜 有幾次 有幾次的 有一次是湯神君 再早期一點的事 就是湯神君好像欠他人情 然後他買了個咖哩麵包 不知道什麼好吃的咖哩麵包 給他麵罐 為什麼他買個咖哩麵包 給麵罐還人情呢 就是說 其實連咖哩麵包都可以 有新款都懂得進化 其實你都可以進化 可以成長 可以去結識朋友 他有些其他方法 去鼓勵女主角 會有很多事 那一個人情 剛剛說的 他要還那個人情 就是因為 湯神曾經試過 小時候去玩這些祭典 那他玩拿烏龜 那個老闆欺負他 給女生就給一些很穩陣的兜 給男生就給一些廢兜 那個兜 那個兜 他就看到名貫好像 罵烏龜很厲害 還有他是一個女生 打算過去做那個老闆 所以就罵了幾隻烏龜 那這個好像是其中 欠他的人情 原來他最後是想幫他妹妹去報仇 就是幫他妹妹報仇去 罵老闆一頓 一頓的 而最好笑的是 最後那個老闆 居然是改邪歸正了 然後 他最後就是對著湯神說 道歉 真是不好意思 湯神還沒開始罵他 就已經道歉了 所以 湯神就覺得 我搞這麼多事情 就是想過來做這個老闆的 居然他現在在這裡道歉 搞到我沒有得做這個報仇的心態 令到我 是覺得很不滿 那天他很滿足地走 那當然他最後就是 拿了幾隻烏龜走 回去養 我記得那天就是報了他的恩情 還有他找那個 就是拿烏龜的老闆報仇 其實是他要為自己的妹妹出氣 那裡是用最後的兩格來交代 其實是挺窩心的 是的 而他從來沒有交代過為什麼他這樣做 因為大家都很直接覺得 湯神就是一個掛人 他是一個很有執著的人 可能他純粹是不喜歡 賣這個拿烏龜生意的人 大家會這樣去採量 但原來其實他對家人 對他身邊 他認為重要的人 其實他也是很愛惜的 沒錯 甚至可能他有些什麼弟弟 不是他有個堂底 還是表弟 忘記堂還是表 我都忘記了 是的 表弟是幫他捉棋 打算捉象棋 最初打算讓他 誰知道捉了兩步 發覺他的表弟 因為這個傻子 肯定身邊的人經常讓他 所以他不覺得自己差 我只要好好地教訓一下他 他到時就會懂得思考 懂得為自己思考 是唐弟弟 是的 應該是唐弟弟 是的 他的心態是這樣的 但是他出的本質 都是會關心他身邊的人 而不是他刻意地 弄到他身邊的人不開心 他是沒有這樣的動機 是的 那我再繼續 你說完 他表弟有什麼都不想跟他玩 還有很搞笑 他的妹妹有時 對哥哥的種種行為 譬如他不讓賽 這件事 會覺得是心灰意難 有些眼神死的 或者我記得有時棉冠 第一次去他的家探他 然後搞得很尷尬 不歡而散 然後他的妹妹都責以為常 用一個眼神死的表情跟他說 阿哥一定很開心的 多謝你來探他 然後麵棍也討厭 其實他一定不會這麼想 湯神一定不會這麼想 是的 他那種對湯神的熟悉 我覺得他的反應挺有趣 是的 還有一種對湯神熟悉 又有一種他自己應付湯神的方法 就是門田 因為他作為他的部首 是經常被湯神點他做事的 湯神是不知道很有趣的 他整個棒球部 做他學底的有很多人 不會只有門田一個人 但是他就覺得這個是作為他的部首 還有他是唯一一個會懂得駁嘴的人 所以他會更加點他更多 更加讓他做更多的無理要求 他就會很欣賞這個學底 就是他雖然最後都肯幫自己做事 但是他總會是反駁了他這個學長 他也是因為看到他這個特質 他覺得他這個行為是在培育著他的學底 他去到最後 尾爾說 為什麼我經常都叫我一個 經常駁我嘴的學底做事 就是因為我知道他有辦法 繼續傳承到我這一種 不要因為棒球部的前輩和後輩的階梯 來阻礙到整個棒球部的發展 這個就是他看到門田是有這個性格特質 或者他有這個能力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他做事從來不會沒有原因 他甚至做一個混蛋是沒有原因 他做一個好人也不會沒有原因去做 我可以再順帶說下去 剛才講到他中間經歷過很多事 甚至去到一個位置就是 我很記得就是他有一個很突出的 就是有一天在校園祭的時候 湯神就因為他要表演他的樂語 他最初就在台上 就因為不知道又考慮其他人的意見 又考慮觀眾的想法 他改了自己的內容 甚至是不夠時間去講自己的內容 所以他就表演出一個十分垃圾 十分塞的表演 但是誰知道他第二天 他就可以在走廊裡和這個歷史社合作 就是一個很喜歡他 或者很仰慕他的歷史部的部長白重堅 就說我借一些東西給你 借一個地方給你幫我們宣傳 就幫他在那裏表演多一次他的樂語 也都籠略了很多人的心 看到湯神也很有趣 覺得他很厲害 這也是改變了大家的想法 但當然跟剛才打棚球一樣 他每次表現到自己之後 最後大家都會好像很熱烈的想和他做朋友 但也會慢慢發覺他真的是一個很麻煩的 這個混蛋的人 直到到最後的時候 最後應該可以說哪裏呢 就是真的在說棉冠有一次和他絕交 我覺得這個是我挺喜歡的其中一個部分 他因為和他絕交 他會覺得 其實他們on and off 湯神是幫了棉冠很多 例如幫他怎樣找下一任的人去加入他的社團 去幫他怎樣打他那些木工的桌 但是他最主要是和他絕交的時候 湯神君一直都不肯說道歉 因為他一向都是一個不需要有其他人做朋友的人 直到女主角好像是發了一個訊息 去問說絕交這件事我們當沒事 湯神君居然就這樣回答了一句 我也有一張圖 就是他說了解 我記得他說OK了沒有問題了 了解了這樣 我就覺得這兩個人就是在這裡感覺到 他們真的互相喜歡對方 甚至去到最後的時候 是在一個煙花大會 我記得 哎糟糕了 我忘記了什麼事 他是什麼原因令到他 湯神要多謝 我還沒看到 我還沒看到 我忘記了Thomas 不過湯神居然去跟人說多謝 跟面貫說多謝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戀情的門牙 好像是貓之碗 哦是呀是呀 貓之碗是什麼事呢 我忘記了 他有一個奇怪的習慣 就是他覺得他做投手的嘛 哦是呀 他覺得投手的 想一個預備動作 或者例如口頭善 或者預備動作的東西 那個人會集中一點 準確率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他有一陣子就 他有另一個很麻煩的限制 就是如果用得太多 那樣東西就會 沒有意義的 那樣東西就會作廢了 沒有意義的 然後他也想不到 有什麼新的 新的口號 或者準備動作 然後他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 一看到棉貫 就好像想到 他看到棉貫第一下 是想到 哇 又是這個人 不會幫到我什麼 他會馬上想到 他以前 經歷過很齊的事 就是棉貫很齊的事 而不是 那些身邊的人都覺得 他看完棉貫之後 表現好 會不會是因為 他的女朋友在 而不是的 他不知道怎樣 有個連結 就是好像是跟那個 撐撐停平落 是不是 連結了這件事 就想起 貓之碗這個故事 那我就 到他扔 就是 扔頭球的時候 他就是想 貓之碗 貓之碗 老闆你的貓 挺不錯 然後就會扔球出去 他又會重複這件事 是的 所以他就在祭典裡 是好像玩遊戲 贏了一個有貓的碗 那他送了給棉貫 那就跟他說了一聲 謝謝 其實也都延續到最後 他們畢業之後 畢業之後 其實兩個就沒有再聯絡 因為已經去了大學的階段 但是呢 即使他們在大學的階段 有趣的位置就是 就是他有一次棉貫 跟他一幫朋友 一起去叫外賣 叫送披薩的時候 原來湯神負責 送他去那間屋 那他就重生重遇了之後 就發展到一個位置就是 湯神約回去出來 就送了這個 站站停平樂的 那些叫什麼呢 就是 樂宇的表演會 的票給他 去請他看 那最初呢 他很混亂 就是呢 請完他看 看之前很開心的 大家的氣氛很好 但一看完呢 湯神的樣子就黑了後面 就是那種 為什麼他會黑後面呢 因為跟他的計劃呢 又不是我計劃所想的東西 那 然後氣氛又會變得很僵 但是他又會繼續 會交下一張 表演會的票給他 直到一天呢 就是發現 就是發現 原來他最初呢 撐撐提平樂呢 拿了湯神來做圓形的一個故事呢 就已經創作了出來 表演了 在這個表演會裡面 講了這個故事出來的時候 棉官就覺得 啊 好厲害哦 原來湯神一直以來 都是想帶我來聽這個故事 那 就是代表湯神從來都沒有忘記過他 因為大家對於湯神君的評價 就是身邊所有人 不論他的學長也好 他的朋友也覺得 只要我們畢業之後 湯神這個人 我們一定會記得他 但是這個人呢 他肯定過了一兩年之後 或者幾個月之後 已經會把我們忘記了 但是呢 棉官又覺得 居然這個人還記得我 我會不會是一個特別的存在呢 但是同一時間 他就不開心 就是說 噢 他的目的都達到了 會不會就 不再送這張票給我 我們就以後不會再見了 但是 但是這個時候呢 湯神又拿了一張票出來 他說不會呀 他說你不用怕哦 我們呢 因為燦燦平平樂的表演 是會不斷地進步的 即是 即是 即是立即令我想起 就是他講了 咖喱紅豆麵包 那樣東西 就是不斷地進步的 我們繼續這樣去相見 那 那麵冠就問了一句 那我們這樣算不算是朋友 那 但是湯神就說 我們不是朋友 但是我們要繼續見 那我就覺得 嘩 即是我很喜歡這些 冷是曖昧 有點曖昧 即是有很暗語的表白 是呀 但是很混蛋 湯神的樣子 是他一貫 沒有臉紅的 他都是目口沒有臉 我覺得不是朋友 你看 他的世界裏面 是不可以有朋友的 不需要有朋友的 但是他世界裏面 有沒有需要過女朋友呢 在整個故事裏面 他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有沒有需要 所以我們做為 在有一點點神事 或者我們知道 湯神是什麽性格的時候 他這句話 是不是就是 已經覺得這個人是 摩扎的朋友 所以這個是很有主角那種 為什麽我會說他降戀式 因為其實降戀愛德和 和雲尼 和雲尼表白那句 其實是很明顯的表白 但是我說像是很主角風格 因為愛德是個練金術笨蛋 所以他無論所有事情 都是用練金術去評定 看這個世界 湯神君也是 我不需要朋友的 我想繼續見你 但你不是我朋友 那是什麽呢 就是亂人 沒有的 可能是炮友 就是不知道 他只是看樂宇 現在這個世界 不是啊 看人 重點是看人 湯神君 他這麽說就是 可能如果現實世界 那麽跟你說 我們又不是拍拖的 又不認我們拍拖 但我覺得我們不是朋友 但我們繼續見 那這個又 如果不是湯神君 那其實就是 為什麽有些人會說 後期好看一點 因為他後期的整件事 明朗化了很多 你會知道 原來都是想圍繞 女主角和男主角去寫的 但是 因為 前期的時候 他會 你不太知道 因為他真的很日常 而他的主角 又只有一個男 一個女 那女的那個 就沒有什麽性格 那你就不斷看見 那男主角 可能想到女主角 那就會覺得 好像很不時未夷 但是 我也看到後期 會舒服些的 是的 去到這裏 會不會想投一投 我們停一停 之後 稍後回來 我們再繼續說一下 分享一下 可能有什麽事件 或者有什麽情況 大家都幾喜歡 或者是 或者是有什麽其他角色 大家都覺得幾 深刻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這個動漫廢物